每个星期六天还未暗 拉蒂法就跟丈夫及儿子 守在夜市场的档孔 他跟先生负责数卖椰浆饭 只能为家里带来 马币五六十块的额外收入 拉蒂法一家的经济来源 来自在工厂工作的先生 每个月赚取马币一千两百块 单凭如此微薄的薪水 要支付两夫妻及四个儿女的开销 勉强还过得去 然而其中一个 今年才13岁的儿子Yama 是肾脏病患者 四岁就开始洗肾 生活的困难自然不在话下 一般孩子到了三岁前后 就开始对故事产生兴趣 并能够理解语句和语句之间的关系 从三岁左右开始给孩子多读故事书 可以使孩子在丰富的语言体验中 领略读书的乐趣 并能增广见闻 读故事书对慈祭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 一点都不陌生 甚至有点理所当然 不过对于经济能力不太好的拉蒂法来说 要让孩子们接触故事书确实不简单 因此当妈妈的看到孩子说到故事书的时候 虽然知道那是英文故事书 孩子可能看不懂 不过他们都很开心 有点心愉快 能够书里面 因为不会被书 书里面的以后 如果要书里面的书 如果要书里面的书 也应该书 就让我收拾好 然后 谢谢 因为我不过书里面的书 很小巧 我不过书里面的书 实际文员的小朋友除了亲手把书寄给感恩户, 老师还特别带领他们到访感恩户的家, 并亲手把更多的故事书交到新认识的朋友手上。 出自见到新朋友,难免紧张, 不过在老师的引导下, 此季儿园的小朋友为拉蒂法阿姨及孩子们演唱马来歌曲。 大家慢慢遇下出自见面的隔阂之后, 就安静地坐起来, 聆听来自此季儿园的弟弟妹妹为他们念故事书。 写到感恩自己有健康的身体, 我要用健康的身体去用功读书, 还有不要让自己生病, 生病了就不可以上学了, 生病了很多东西都不能做, 一直要躺在床上。 平时到洗肾中心洗肾的时候, 总是朝着要吃东西的鸭马, 当天拿到故事书之后去洗肾, 却没有朝着要吃东西, 而是, 阿姨要帮我用书去洗肾后两次洗肾, 他帮我用书去洗肾, 他家说, 阿姨要帮我家子也 openings呢? 他把瓦头拿起来, 他说了要帮伯学, 他很生病, 看我帮我户香室, 看我手里面这个鸭马, 你看我拿这些鸭马一直看。 虽然看不懂里边的英文字 不过里边有他最喜欢的101种狗 不管贫穷还是富裕 图画书都是孩子成长及学习的一部分 慈激幼儿园的捐书活动 希望让更多孩子有机会阅读图画书 并把书中真善美的故事流传给更多孩子 在他们心中满下爱的种子 大家新闻马来西亚冰城综合报道